一輛機車行駛在內側車道 沒想到右方突然衝出一輛 白色自小客車 不斷往左貼想要攔車 騎士加速往前 沒想到行進一小段路後 這輛白色自小客車又追了上來 摇下車窗開始嗆聲 不斷往內側挤 把騎士逼得不得不停下來 兩人就在路中發生爭執 認為騎士不應該騎在內側車道 情緒激動大聲嗆聲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後方這輛自小客車 不斷閃燈往前追了上來 兩車貼得很近 還大力按喇叭警示 騎士趕緊往前騎 沒想到這輛自小客車 還不罷休 加速追了上來 把騎士藍停在路中破口大罵 這起糾紛就發生在18日晚間 9點多的民族東路上 白色轎車不滿前方白信騎士擋道路 便驅車上前追了將近一公里 把機車攔下來 兩人就在路中起口角 之後騎士越想越生氣 決定提告強制罪 要回公司拿東西的路上 竟然遇上惡意B車 騎士覺得莫名其妙 地上明明就沒有寫進行機車的標示 滿腹委屈一口氣吞不下去 決定報警處理 這輛自小客車惡意B車的行為 將可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開罰6000到24000元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